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故事是 晚雄姑姑的洗衣店 晚雄姑姑開了一家洗衣店 她就要幫動物洗衣服了 她摔摔摔摔摔 摔摔摔摔柔柔 哎呀,那裡髒髒的 今天怎麼那麼多衣服啊 太陽光下山了 大象還松鼠走進晚雄姑姑的店裡 問晚雄姑姑 可以幫我們洗衣服嗎 當然可以哦 晚雄姑姑笑著說 晚雄姑姑一攤 摊開大象的衣服 說 哎呀,怎麼那麼大件啊 她不趕快洗 就沒有時間洗了 搞個炸 劏劏劏劏劏 摔摔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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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揉揉 大象的衣服怎么那么大件呢 哎呀 那里脏脏的 要赶快洗 所以呢 晚上姑姑就打给 企鹅 晚上 猫熊 小鸟 长鼠 晚上姑姑就开始跟大家说明 有晚上队 小鸟队 企鹅队 长鼠队 还有猫熊队 晚上队开始 戳戳戳 大家一起洗衣服 泡泡 小针多针干净 玩游队任务完成 换汽油队 游 游啊游 游啊游 转啊转 转啊转 泡泡不见了 换餐薯队了 跑外跑跑不停 转啊转 转不停 水都飞出去了 换小鸟队 拍呀拍拍呀拍 衣服快干 拍呀拍拍拍呀拍 衣服快点干 最后是熊猫队 滚啊滚 用我们的重量 压平衣服滚啊滚 用我们的重量压平衣服 最后再撒上花香味 大象跟松鼠走进 晚熊姑姑开的店里 觉得 为什么衣服那么香啊 大象跟松鼠就穿上 晚熊姑姑洗好的衣服和裤子 然后松鼠就跟大象说 不要再把衣服弄脏了 哎呀 大象又跌倒了 衣服又弄脏了 谢谢大家 对呀